刘慈欣说,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能永远活在摇篮里 我们人类想要成为一个星际文明,首先要突破两个问题 一是如何脱离地球,飞入太空 目前其实我们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了 第二个呢,就是如何在外太空或者别的星球缠时间的生存 而这个问题的难度,恐怕比我们登上火星还要难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我们离星际文明还要多远 要讲这个星际文明的问题啊,就必须从1991年的一个实验开始 在1991年,科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大型的实验 实验目的呢,就是想人造一个类似地球的自然环境 他们就是想通过这个实验,指导我们 如果我们到达了其他星球,或者说是开始殖民宇宙了 如何建造一个能够长期自己自足生活的区域 于是呢,科学家就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北部的甲骨文山下 建造了生物圈二号实验基地 生物圈二号实验基地整个生态圈啊,占地1万平方米 高28米 为了模拟地球的生态环境 设立了7个大的生物群落区域 其中包括1900平方米的雨林区域 850平方米的珊瑚礁海岸区域 450平方米的红树林湿地 1300平方米的热带草原地区 1400平方米的沙漠区域 还有两个人类生活所需要的生活区域 分别是农业、畜牧业区域和人类生活研究空间 在生物圈二号地下还建立了冷热水循环系统和污水过滤净化系统 整个生态系统外部使用玻璃进行覆盖和密封 为的呢,就是方便太阳光照入的同时呢 达到完全的与世隔绝 而生物圈二号的能量呢 几乎都是来自于摄入的阳光 为啥说是几乎啊 因为生态圈二号有一个天然气发电中心 这个天然气发电中心的发的电 只是为了供养人类生活区里面实验室和制造车间的电力 不供应其他地方,其他地方都是自给自足的 在生态圈二号建设完成后 科学家就迫不及待的进行了他们的第一次实验任务 他们就是想知道 我们到底离在外太空建立一个完全的自然环境还有多远 这次任务呢 从1991年9月26号持续到了1993年的9月26号 一共两年 共有八名参与者参与实验 他们里面呢 有医生、工程师还有科学家 目标啊 就是在这个封闭的生态系统中 自己自足的生活下去 原本生活目标是100年 但实际只生存了两年 在实验一开始就非常不顺利 因为实验要求八名研究人员 要在这个封闭的生态圈里面完全自解自足 对吧 但是呢 由于所有人对农灭生产和生物周期不熟悉 他们有医生、有科学家、有工程师 唯独少了农民 基础学科的人不带 真的是 他们没想到这个问题 知道吧 到开始了才想到 直接导致了啥问题呢 就导致一开始带入生态圈二号的食物太少了 所以整个第一年里面 八名研究人员都处于一种饥饿状态里面 直到第一年末第一批农产品大量成熟 这种情况才能得以缓解 根据第一年结束时的体检指标显示 八名研究人员体重平均下降了16% 最多的一个人下降了20% 就是100斤下降到了80斤 减肥效果显著 但其实饥饿只是这个实验里面最小的问题 更可怕的问题是他们差点把自己给憋死 想不到吧 但是其实这个问题在一开始实验的时候 谁都没有想到 其实你想他们有热带雨林 有红山树 也有海 有珊瑚礁 还有沙漠 为啥会出现氧气供应不足 把他们自己憋死的情况是吧 很难理解 但实际情况就是 大约在实验进行了半年以后 生态圈二号的氧气浓度开始下降 1991年9月实验开始的时候 生态圈二号的氧气在空气中的含量 是正常的20.9% 但是到了1992年末 氧气的含量已经下降到了14.5% 这个氧气含量就相当于 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方 所以研究人员甚至在生态圈二号 出现了高原反应 你可能信 所以在研究的过程中 不得不对生态圈二号进行了氧气补充 而且补充了两次 第一次是在1993年1月 另一次补充是在1993年8月 在进行了氧气补充完成以后 就开始调查 氧气为啥突然含量降低了 没理由 经过调查就发现氧气含量降低的主要原因是 微生物为了完美的还原一个封闭的地球环境 所以在农业区热带雨林地区 还有草原地区包括海岸里面都引入了很多微生物 这些微生物的主要作用 其实是支持植物生长和分解废弃物 本身我们在自然环境中 微生物就是起到这两个作用的 但是因为生态圈二号里面是一个非常稳定且非常合适的环境 这个就导致了微生物在这种环境里面疯狂繁殖 在繁殖过程中数量超过了他们原有的值非常非常多 就导致了他们消耗了大量的氧气 与此同时 他们消耗氧气产生的二氧化碳 又被生态圈二号地基里面的混凝土吸收 形成了碳酸盐 最终导致了生态圈二号的氧气循环断裂了 所以氧气的含量就越来越少 这是他们遇到的最严重的两个问题 因为他们那个环境太完美了 其实理论上说是啥呢 就是你想我们正常的地球里面是吧 有春夏秋冬对吧 春天呢温度开始升高 微生物才开始繁殖 多 对才开始被它繁殖 到夏天然后它繁殖到顶峰 到秋天它用气温渐低对吧 就开始缩减 到冬天特别是冷一些的地方 那些微生物基本上就不活动了 甚至还会死掉一些对吧 但是在生态圈二号不一样 它肯定的保持在一个 微生物很适合繁殖的环境 微生物就疯狂繁殖了嘛 对吧 没有这种气候变化 没有这种温度变化 甚至都不会产生狂风暴雨 微生物突然就繁殖大量了 这两个问题呢 其实是他们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啦 其实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甚至是有些问题的原因 就是我们平时稀松平常会遇到的事情 比如说水气凝结都会导致生态圈二号的文明毁灭 你能想象吗 就是平常我们早晨起来 外面很冷 我们的窗户上会凝结成一层 这个水气就这种一个小小的现象 都会导致一个生态圈毁灭 为啥呢 因为整个生态圈二号是互相联通的 但是对外又是封闭的 是吧 这让生态圈沙漠部分呢 产生了过大的水蒸气凝结效率 使得沙漠呢 变得很潮湿 为什么这么说啊 就是平常我们的这个沙漠 一般都是个很广大的区域 对吧 在夜里面 水蒸气即使凝结 在白天水蒸气很快就会消散掉 甚至消散的一点点都不是 但是在生态圈二号里面 水蒸气凝结以后 就会凝结在上空的玻璃上 就会导致整个沙漠过于潮湿 就这么一点点变化啊 就导致了沙漠里面的 蚂蚁和蝉蓝的数量的暴增 这种暴增到什么程度 暴增到这些小东西 甚至蔓延到了其他的区域 形成了蝉蓝灾 你能想象那种漫天漫地 都是蝉蓝像你扑来的心情 还是南方蟑螂 对 而在热带雨林区域啊 水气凝结 使得千牛花飞快的生长 它是一种藤蔓植物嘛 它很快就遮蔽了热带雨林区域 用来采光的玻璃 它就爬上去了 这导致了热带雨林区域 阳光的进入量减少了40%到50% 差点就导致整个热带雨林区域 因为缺少阳光而全面 但是在热带雨林区域和热带草原地区 最大的问题还不是水气凝结 和那些疯狂繁殖的灾难 最大的问题你绝对想不到 没有风 就是在自然界 就是在我们现实的环境里面 觉得风很平常 也不会想到说是风对我们的自然界中这些生物 树也好草也好有多大的作用 其实什么作用好像没有 只是把他们的那散发出来的水蒸气带走 这一个作用 但其实风在自然界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风能让植物长得更加强壮和结实 你看风吹到树上 树就会随之摇摆 其实这种摇摆就是一种锻炼 就和我们平常练肌肉一样 树摇换成立的地方就会越来越强壮 风越大 锻炼越多 树就越结实 没有这种锻炼 树在伸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 就会直接折断 倒塌 因为它那个地方长得不够结实 树只要有一个倾斜 它就会倒塌折断 这就是风在自然界里面的重要作用 同时风还能对某些植物的一些病症 有繁殖的作用 你看我们在家养的葫芦 为啥老得白粉病 原因也是没有风 其实风非常重要 但是在生态圈二号里面没有风 所以说就有一个段子不就说的吗 就是有一种什么植物 如果在家里养的话 它分分钟死给你看 如果你把它随便丢在那种瓦顶上 屋顶上活得可好了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环境就那么差没脸 就是可能有风没风 就差那么一点 你说在家里面 我天天给你浇水施肥 你还长得这怂样 但是你就刮片上也没人照料 它就能长起来 长得特别好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没有风 所以没有风也导致了 生态圈二号里面的植物 最终成长出了问题 再经过两年的实验化 生态圈二号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 25种脊椎动物有19种灭绝 所有的兽粉每一届都灭绝了 还不只是昆虫 连能射粉的那种小动物都没了 大多数植物无法繁殖 除了沾蓝以外 没有任何昆虫可以生存 蚂蚁都不行 就是生物圈二号这种 精心模拟的地球环境 失败了最后 其实这让科学家非常恼火 也非常担心的 为啥 就是他们发现 原本他们以为 非常简单的这种生态平衡 就这么几个 我就应该能平衡起来 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因素 哪怕这么一点点都会导致整个生态平衡的崩塌 他们继续研究发现 他们不仅仅是因为没有平衡到自然界的每一个点 这个点可能很多 而且他们还遇到了生态加速现象 这啥意思 就是说地球是个非常大的生态环境 对不对 两个地方可以隔很远 比如说切尔诺贝利爆炸了 可能要花个两三个月 欧洲或者我们中国才会受到影响 但是如果在一个仅仅有一万平米的小型生态环境里面 这种现象只要爆炸立马全毁 他们就会得到一种快速的生态反应 也就是说一万平米的生态圈二号实际上是个加速器 自然现象的发生的速度被极大的加速了 比如说二氧化碳和水上面提到过 对吧 在地球这个巨大的环境里面 二氧化碳和水循环一次可能要几百万年 但是在只有一万平方米的生态圈二号里面 水和二氧化碳循环一次可能就只需要几周 这种快速的循环就会导致生态圈二号 迅速的出现了许多地球上可能需要数百万年才会发现的变化 比如说上面提到的氧气含量下降 地球上如果氧气含量下降 可能需要几百万年的时间 但是在生态圈二号里 六个月氧气含量就明显的下降了 这就导致了大量的昆虫和植物的死亡 比如说蜜蜂就无法在14.6%的氧气含量中生存 如果这种密闭的小型环境里面再出现一点点污染 那么这种污染的影响很快就会蔓延到整个生态系统里面 就比如说那些蜡蜂 这可能就会在短短一两周内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崩溃 这个才是未来人类迈向外星建立生存基地 需要面对的非常棘手的问题 目前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可解决的方案 只能是适应性调整 当然如果以后有AI可能可以通过某些手段 动态平坦这种那是另当别的 但是现在还不存在任何解决方案 但是尽管有这么多困难 在当时科学家被没有放弃 他们用6个月时间 对生物圈二号第一次实验里面 所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修缮改进 他们觉得把这些东西都改进了 我们就一定能造出一个完美的生物圈二号 甚至是地上的混凝土 之前不是混凝土吸收了氨氧化碳吗 他们的混凝土也用不吸收氧氧化碳的那种凝胶状物质 全面涂风以防止爱好它再次被吸收 1994年3月6号 生物圈二号的第二次封闭实验就开始了 他们不放弃 不抛弃 但这一次仅仅进行了一个月 实验就失败了 这次实验失败的原因 不但是生态系统 而是人本身 1994年4月1号 管理团队内就出现了严重的争端 1994年4月5号 两名前生物圈成员 也就是当时的两个实验人员就涉嫌从外部破坏生态权二号 将一扇双门气闸和三个单门气闸紧急出口 开放了大约15分钟 同时也导致了五个均衡气压控制器被破坏 甚至导致了顶棚的窗户玻璃出现了碎裂情况 其中一位涉嫌破坏生态权二号的人 奥林小姐 声称她是基于道德的判断 要将新的实验进行中断 并把他们的意见转告给其他组员 再由他们决定是不是要离开 还是继续实验 而她唯一的办法就是必须通过打破密闭环境结构 才能把自己的想法强加或者传递给其他实验小组成员 虽然呢 最终小组成员还是决定继续实验 生态权二号在一个小时内又重新被封闭了 但是这次事件造成了大约10%的生物圈二号空气与外界进行交换 不久之后 研究团队就宣布了实验失败 这次实验的失败 就让科学家认识到 人类走向星辰大海的真正阻碍 可能并不是如何脱离地球 或者如何在外星建立合适的基地 最大的问题 而是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 其实在第一次实验开始的时候 实验观察者就注意到 8位研究者出现了密闭环境焦虑症 密闭环境抑郁 这些现象 表现在行为上就是 所有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攻击性增强 情绪不稳定和失眠 在第一次实验进行到第6个月的时候 8名研究人员其实分裂成了两派 一派认为应该更多地进行科学观察和研究 不要去过分地强调完全地隔绝 另一派则认为 生物圈2号必须保持完美的与世隔绝 其实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犯在平时或者其他环境里面 其实是可以商量或者是一个调 可以调和的问题 但是在封闭的环境里面 这种矛盾就表现得尤其激进 本来很合作的8个人 甚至这8个人里面 原本就有很亲密无间的朋友 都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两边的人几乎就不再交谈了 交谈就是争吵 心理学家认为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 人是一种社群动物 在密闭环境里面 就会感到孤独和隔离 造成一种隐含的焦虑 就是情绪深处 或者说是潜意识的焦虑 这是你无法控制的 密闭环境还会阻碍人类 对空间的感知能力 和空间的定向能力 这个也会在人类的潜意识里面 造成一种焦躁感 第一次实验是 一开始的饥饿 泛大了这种焦虑感 因为有威胁对他们 对吧 最终这些心理上的问题 反映在他们个人的行为上 就出现攻击性的增强 而这种情况 在第二次实验时 就更加激烈 直接导致了第二次实验的失败 其实那位奥林小姐 她的表现 其实已经有点近乎于 歇斯底里症 更准确的说法 应该叫做 有限空间恐惧症 就是人长期待在一个 有限的空间里面 而且没有那种 颤快的那种社交感 并且由于本身这个空间里面 会给她带来一种压迫感 因为第一次就饥饿 就让她产生了一种受到威胁 而且有这种有限空间恐惧 就让她变得歇斯底里 最后导致她去破坏了整个实验 其实在三体里面 刘慈欣也描述了这种情况 蓝色空间后 在长时间的宇宙寒行后 即使有冬眠的措施的情况下 士兵的心理也出现了问题 有的表现成极度的举散 其实就是抑郁的一种 有的表现成极度的看分和激进 就是攻击性的增强 目前这种情况在心理学上 已经有一门专门的课程来研究它 叫做 nucle县环境心理学 而如果我们人类真的要实现 心机长距离的心机行情 这种受限环境心理调适 是必须突破的 其实这里面有隐含的一个点 第一个 不会有太多的威胁威胁到它 就不像实验室里面 对 我还担心氧气够不够 会不会憋死 会不会被憋死 会不会饿死 它没有这种威胁 第二是 生物圈二号的第一次实验室 内部人员与外部人员完全隔绝的 连通讯都不行 但是我们的远安员是可以跟地球通信的 我们可以跟家人 它甚至可以跟家人联系 其实这种事能满足他们社交心理 但是如果我们有一天要寒向火星 那么它和地球的延时是八分钟 也就是说我跟你说一句 你好 八分钟以后你才看到我 你好 你要回我一句话 也是八分钟以后的事了 对于我来讲 其实这是十六分钟 对不对 这种就会造成一种受限环境 它其实是反映了我们人类走出地球 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而走出地球前 我们要面对的是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和脆弱性 和我们自身心理的脆弱性 这才是我们人类跨过星际文明门槛 最重要的一步 其实我们人类在跨出地球成为星际文明之前 我们还是必须先进化一下 我是这种感觉 就是因为受到我们肉体体内的一些激素的分泌的一些规律 包括我的生理的规律 这些其实都只适合在地球上生存 和地球周边可能不太远的地方生存 一旦远了就不行了 所以这个身体还是不行 我觉得 还得再进化一下 进化一下 我们人类进化而来的这条道路就是聚落 就是小猴群 我们是一种社交群体类生物 当来到星际文明的时候 我们可能真的要从摇篮里面走出来 成为一个独自走向世界的成员 圣埃克苏佩里曾说 我们不是继承了地球 而是从孩子们那里借来的 这句话提醒我们 保护地球为了留给下一代一个移居的地球 是我们的责任 生物圈二号就像一个加速的自然界 让我们看到了维护生态系统的挑战 并且我们一定要从这件事情上 其实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珍惜和保护我们的生物圈一号地球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 我们下期再见 也请继续